会呼吸的树 喜欢吸血的多肉植物 吐舌头的蘑菇 脑袋比子弹还硬的萤火虫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半动物半植物 一个劫后余生的末日世界 一群苟延残喘的废土居民 极具独特视觉风格的低成本科幻片 以阴语奇幻再带点恶心的美术风格 反映末世的绝望愤怒 在不远的未来 因为病毒满延 世界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 富人空着的地方叫星城 无忧无虑 生活富足 而穷人只能在荒野中自生自灭 要想生存就必须用孩子的鲜血 向星城换取粮食种子 但这些种子是经过改造的 只能种植一个季度 吃光后需要继续以血换粮 不远处就有一个小村落 有一个叫老乔的人控制着 他养了一大群畸形孩子 那些孩子就是血库 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换取粮食 某天有个女人被货架砸伤了腿 她痛苦地叫喊着 围观的人十分冷漠 没有任何人愿意出手相助 老乔拿着小刀 让男孩过去杀死女人 并说那是仿生人 不算是人类 男孩很听话 接过刀子后走向女人 女人的左耳果然有个标签 仿生人也怕死 他扭过头来苦苦哀求 还用力推倒男孩 围观者发出哄堂大笑 男孩面子挂不住 重新走上前去 一刀又一刀插在女人身上 围观者不再发出声音 更没有人出手相助 在末日世界 人性不知分好 白天 维斯帕会带着无人机 在林中挖掘能吃的东西 然后回到家里 照顾伤病在床的父亲 接着就来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开始一轮又一轮地研究 他对植物培育 有极其出色的天赋 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 种植出可持续生长的农作物 可实验还差很重要的一步 无法突破 屋外传来响声 他连忙收拾东西离开 赶到家门口就发现了不土 地上的小植物大片倒下 家里则一片狼藉 更糟糕的是 呼吸器的生物电池被抢走了 幸好父亲并没有大碍 可没有呼吸机的帮助 最多只能再坚持24小时 他只能回到村落里面找老乔 抽了一大包的血来换电池 哪知道老乔说 要等血液都卖出后三天才能收获 维斯帕想抢回那包血 却被老乔丢出了门外 正面拿不到只能去偷 从后面悄悄来到仓库那边 仓库门口还有个男孩把守 得知是为了父亲 男孩没说什么转身离开 顺利拿到生物电池后 发现旁边有个红光闪闪的房间 里面全是老乔扣押下来的种子 于是便壮着胆子偷了几颗 回到家后 父亲得知 狠狠地骂了女儿一顿 维斯帕觉得十分别屈 怒气冲冲就离家出走 走到临终深处 看到一具衣着光鲜的尸体 瘫倒在长满变种植物的枯木旁边 空气中漂浮着大量包子 他赶紧戴好面罩 慢慢走进去看看 发现对方气息微弱 旁边的变异草伸出一条触须 浮在脖子上吸食着鲜血 拔掉后 他拖着少女回到家 先是从腿上取出一条寄生虫 跟着拿出自己培养的生物膜 敷在伤口上 少女吸了一口气 总算是醒了过来 然后再次睡了过去 几个小时后 醒来发现身处一间破露的房子 旁边房间传来争吵声 好像是父亲在责怪女儿 少女起身想离开 剧痛让她无法站稳 跌倒在地上 维斯帕听到响声 过来查看 少女恳求 能舅舅同样落在森林的父亲 这时维斯帕父亲 躺在床上不断抽搐 少女看到后清晰一口气 接着对着维夫的嘴 不知道吐了些什么 维夫转眼就平静下来 两人回到大厅 维斯帕送来了晚餐 别看着很恶心 在贫民区 这算是拿得出手的豪华大餐了 少女告诉维斯帕 她和父亲是星城居民 外出时遇到意外 坠毁前 父亲把女儿推出飞船 这才救了少女一命 父亲是城中的生物学家 如果能帮忙找回父亲 就能带维斯帕父女 取得居民资格 为父能得到治疗 也能过上安稳舒服的生活 维斯帕也输出了自己的身世 他们父女二人也是星城居民 冰毒爆发后 也曾经有过一段安稳的日子 父亲在战争中辅上 然后就被赶出了星城 现在回到贫民区 苟延残喘 看到村子的人冷血无情 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为伍 父女就搬出村子独自生活 休息一夜之后 维斯帕再次回到森林 按照少女说的位置 果然找到了坠毁的小飞船 刚想开门 老乔就带着大群小弟过来 打开门舱 里面是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并恳求来人救救自己 老乔二话没说 捂住对方的嘴 直到老人停止呼吸 跟着还在驾驶舱里 发现了丝带 断定还有一个女人 维斯帕回到家后 不敢说出真相 只说林子太大 一时半刻难以找到 这时 父亲通过无人机传来语音 说尽快联系星城 把少女接回去更稳妥 不然迟早留下祸根 少女此时已不再一拐一拐 揭开先前的生物膜 伤口已经愈合 少女很惊讶维斯帕的技术 于是跟着来到了秘密实验室 这里到处都是经过 基因技术培育的植物 维斯帕告诉对方 他想培育出 可持续生长的粮食 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危机 少女很惊讶 说如果能够回到星城 就会有更好的研究环境 第二天 维斯帕再次来到老乔的实验室 想偷走通讯器和星城联系 却被老乔逮个正着 还拆走了无人机的芯片 维斯帕趁对方不注意 抱起无人机逃回了家 无人机失去了芯片 无法再和附近沟通 伤心的维斯帕向少女 道出了真相 两人来到飞船坠毁的地方 老人的尸体 已开始腐烂并发出恶臭 少女一点都不怕 抱着尸体痛哭起来 这时维斯帕却发现 少女的后背上 有个十分平整的开口 靠近时会伸出无数的小触须 那是仿生人的特征 还是很高级的品种 少女坦言 它是父亲制作的最新产品 因为私下制作仿生人是违法的 父亲带着他逃走时被击落 也就有了先前的事 仿生人骗了自己 维斯帕觉得十分生气 把少女推倒在地 一切如父亲所言 果然会带来灭顶之灾 回到家后 维斯帕先是修好了无人机 告知了父亲真相 父亲却没有责怪 反而和女儿说 仿生人也是人 没必要难为对方 少女很内疚 拿出刀子 想切开后面的伤口 对于仿生人来说 这无疑是自杀 维斯帕赶来及时阻止 然后带着他回到实验室 处理伤口 却无意间 发现少女的基因里 包裹着另外一层基因结构 问这是怎么回事 少女说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父亲每次做研究时 都要他在旁边弹奏音乐 说能够帮助集中精神 于是拿起乐器开始弹奏 刚才闭环的基因 听到声乐后自动打开 第二种基因结构跑了出来 维斯帕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拿出自己研究的植物基因 试着加了进去 两种基因完美融合 一种可持续生长的粮食 就此诞生 少女也终于明白 父亲智力研究的技术 获得了突破 但这触碰到了权贵的利益 只能把基因结构 藏在少女的身体里 得知真相后 两人知道此地不易久留 收拾行装刚想离开 老乔突然冲了进来 很显然 他知道少女就藏在这里 为了维斯帕和父亲的安全 少女假装投降 老乔却发现不对劲 并在少女后背 找到了那个整齐的切口 里面是仿生人开关 维斯帕冲了进来救人 三人扭打在一起 老乔最终被匕首盯住才俯软 维斯帕说出了真相 希望老乔配合联系行程 老乔假装答应骗过两人 到家后第一件事 却是通知星城派人灭口 此时维斯帕还不知道危险的逼近 以为星城那边很快就来接人 无人机发现外面的树木突然在发光 奇怪的光线向房子慢慢逼近 当意识到危险时 门缝下已经渗进了一种黄色的真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扩散 维斯帕拿起扫把阻挡 那种真菌连扫把都吃掉了 两人只能躲到桌子上 眼看无路可退 真菌突然又变成了黄色气体 在屋内不断飘散 捂住口鼻才得以逃过一劫 很显然敌人在投尸问路 为了活命两人必须现在就离开 维斯帕不舍得父亲 父亲却用善意的谎言说 他曾是星城的一份子 对方不会难为自己 总算把女儿骗走 漆黑的树林里 来了几个带着武器的士兵 老乔满心欢喜地出门迎接 结果被一枪爆头 同一时间 几个黑衣人走进了林中小屋 父亲控制无人机起飞 引导黑衣人打包电池同归于尽 维斯帕这才明白父亲的意思 但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少女拉起维斯帕继续往林中伸出走去 陆续还有黑衣人追来 维斯帕提醒少女 千万不要碰到那些红色的草丛 当黑衣人碰到草丛时 十几朵红色光线快速穿过身体 黑衣人应声倒下 然后身体的小孔里 就钻出一种金属脑袋的萤火虫 跟在后面的黑衣人变得聪明了 小心翼翼避开红色草丛 对方是训练游素的军人 很快就找到了两人 维斯帕捡起掉落地面的枪 丢到草丛里 黑衣人来不及反应 又被萤火虫送去见了死神 此时少女已经明白 行程为了他会不惜代价 留在这里只会带来死亡 面对维斯帕的苦苦哀求 少女还是很下决心迷晕了他 阳光照即森林 维斯帕醒了过来 回到家里 只看到了一个被烧焦的架子 想起不久前 混合少女基因培育的种子 于是拿了几棵种植在焦土里 回到村子 那里有几个性存者 于是结伴同行 路上 他们遇上了一个回聚居地的人 于是跟着他走 几天后 终于来到一个较大的栖息地 维斯帕爬到塔顶 远远地看着星辰 少女曾经说过 那是个表面繁荣 内离腐烂的地方 拿出剩下的种子放在手上 微风吹过 种子向空地散去 未来的这里 将会变成一片绿油油的田地 电影维斯帕至此完毕 一部风味特别的末日科幻电影 属于有空可以看看那种 今天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